在我的记忆中 曾经有两个真正关心我的朋友 但最初的时候 我却一直没有发现他们的情谊 现在是11点11分 下一节课是11点15分 从这里走到4楼101课是需要4分钟的时间对吗 拜托 你可以不要什么东西都算得那么准吗 不可以 如果做人连时间都不懂得珍惜 那还会珍惜些什么呢 好好好,ok,ok 这不是赢或不赢的问题 而是责任的问题 还有 跟人讲话的时候最好不要吃东西 是很没有礼貌的 这样就很有礼貌吗 讲的东西很有礼貌 你们两个可以不用再吵了吗 你看,吵到星云了啦 不是,我哥,因为是你前面那么大 星云,还有你 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因为我欠了你的东西吗 惨了惨了,我们待会儿不是有课吗 又来不及了 诶,陈伟,你不走啊 那个老师的课很悶的啊 这书怀孕那么慢 我不去上的话 应该可以考得很好吗 那我们走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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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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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